介绍来关心港区七的消息 为了提供全国以及港医区各种各种籍级的学生 都完生学的主寻 业组学生依照幸福尊业进入上学学的学校住宅 港区市政府今天在港北体育館 基板2023大学立学 既港医区各种地设教育普通会 都完天兴各国的地设 最新的目标 学校未来发展以及入学的条件 提供和前来参观的学主 丰富的生学主寻 大学立合计阅区各种地设教育普通会 适合在该市港并温度公平选大厅 来自八十间台专议后东坡丁南 让他们不决定学校的学资 了解该地区各种籍 全国各台专议后 跟市長的目标也特别到参观 市長的目标表示 我当时邀请全国各台专议后来到参丁以外 也提供学校备台 看好民众自由参观 并透过在校的学党、学座 并透过在校的学校备台 和学座不一样的时刻方向 嘉义市政府特别凝聚了 我们所有的做一个最好的平台 所以大学的入学 还有嘉义地区高中特色的教育博览会 我们举办 让这样的平台有更多的孩子能够了解 你不用到外地去或者一个一个学校去看 我想藉由这样的平台 大家可以找到同学们 或者家人们一起来讨论 然后再了解科系 之后针对自己的兴趣 或者其他相关的 比如说未来就业的出入 有能够了解 甚至奖学金各方面种种 都是影响了他们对于系所的一个选择 所以我想这样的平台 让我们在地不只是嘉义地区 还有云嘉南地区 大家能够走的孩子们 都有这样的机会来了解 来探讨 那这一次呢 特别要感谢 全国各地有80所大专校院的单位 他们也参与了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博览会 那很感动的 甚至来自里岛 金门 澎湖都来了 可见这已经几年来累计一个最好的经验 该集中的处标时 学策刑机在理会23号已经公布 虎亚伟的决定 保命台专艺后的核心 可以利用普通会 了解全国台专艺后的资讯 你这一次将近80间台专艺后参专 包括一般大学和一体会合法 该地区要有18间各种节 来共产生计 先想到面对七彩虹 不得 再讲吃喝玩乐 探索世界 您准备好了吗 旺TV YouTube频道 带您网络漫游 深入嘉义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时的新闻 最感动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动手指 全部完整呈现 现在订阅 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 马上拿起手机 扫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